各位今天的影片呢 我打算是把这一部影片的profit全部卷出去 因为我想应白旗运动 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帮我share出去 转发出去 给更多人看到这一个白旗的定义 然后不要问我为什么最近都是用配音的方式 你们看我这个头发没有 很凝乱 底发店又不能开那种 所以最近应该是都用配音的方式来去做影片 所以大家不要见怪 so我们开始影片咯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未公开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点订阅顺便按铃铛过后 可以在上面的加入键点下去 每一个月10块钱可以随时取消订阅 如果你是iOS用户的话 可以等到片尾画面出现了过后 在这个方格点击加入会员咯 相信在最近你们都有看到马来西亚的有一些flat楼啊 政府组屋啊又或者是一些gambon 他们都在门口竖起了一副白旗 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疫情真的是太过严重了 严重到有一些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养家糊口 甚至是不能工作之类 所以没有办法就用白旗作为信号 希望大众可以援助他们 大家的认知都认为白旗就是像某个对象投降的那一种 但是在马来西亚 白旗真正的定义又不算是投降 到底白旗他真正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在古时候呢 两军对峙时战败的一方准备投降 就要打出白旗 战胜的一方则会停止使用武力 允许其投降 在战争中使用白旗起源于远古 但当时后的白色旗子并不代表是要投降 而是代表要先休战进行谈判 当交战的一方打出白旗时 对方便指令一方就是要求谈判 于是下令停止一些进攻的活动 持白旗的一方则会派出军使、号手、旗手 和翻译到对方指挥部说明条件或意图 军使从展示白旗的那一刻起就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 谈判期间双方也都不可以向对方发动进攻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渐渐把战争中打出白旗认为是投降 后来打白旗就成了投降的标志 一直沿用到今天 所以其实一开始举白旗并不代表投降 而是代表要休战、要谈判 后来就是因为有一些误导性 才会认为是投降的标志 关于举白旗的起源,罗马作家 科尼利二斯塔西托曾在他发表的史学记录中 有提到过士兵是如何表示投降 他描写了在公元69年什么那第二支战役中 士兵们表示投降的方式是将自己的防护物举过头顶 显而易见 这个传统在东西方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 至于为什么是使用白色 其实只是顺应当时候的社会风气 也许下面的这一些种种解释 或者是传说可以给得到你答案 第一,以白色为投降的标志 起源于秦朝 当时候秦是以黑色为国色来代表胜利 秦末刘邦进取关中直逼宣扬 秦朝最后一个王秦子英投降 便以秦的国色的反色、白色为服 用白色来代表秦王朝投降 当时候秦王的心情我们是可想而知的 这边是中国投降社的起源 第二种就要讲到西方那一边 西方的标志起源于他们对白色的感性认识 洁白一无所有彻底失败 这种起源只是一种文化的定型 在此之前投降者只是漫无目的的 其以缴械 而受降者也仅靠感性来理解区分 投降者和王抗者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人造颜色出现的较晚 因此在古代 白色的布是最容易获得的 另外举白戏也意味着 对方可以在自己的旗上 涂上他们自己的颜色以表示投降 关于白色早在中国文化中 白色是一个基本的竞技词 体现了中国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 兵器和厌恶 在中国古代的武方说 西方为白虎 西方是行天杀神 朱孝杀之球 古代常在秋季 蒸发不易 处死犯人 所以白色是枯竭而无血色 无生命的表现 象征死亡 雄兆 如自古以来 亲人死后家属要披麻戴笑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半白色 要是白色的灵堂 出兵的时候要打白反 旧时还把白虎视为凶神 所以称带给男人厄运的女人为白虎心 白色的心理功能在其发展过程中 由于受到政治功能的影响 又象征着腐朽 反动 落后 它也象征着失败 愚蠢 无力可得 如在战争中 失败的一方总打着白旗表示投降 称自立低下的人为白痴 把处理而得不到好处 或没有效果 都叫做白盲 白费力 白干等等 它还象征着尖邪阴险 如唱白脸 白脸尖凶等等 自鸦片战争以来 随着西方文化的逐步涌入 白色的象征意义 也硬之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 白色也可以理解为高雅 和谐 正直天真无邪 这也就是为什么 婚纱是白色的缘故 在一些用战争为题材的影视片中 经常会发现这种镜头 当陷入重围走投无路的时候 防卫者觉得在继续抵抗 已经没有希望时 就会打出白旗投降 因此人们一般把白旗认为是投降的标志 其实在战争法规严格意义上来说 白旗只是要求暂时停战的标志 在远古时期 战斗的双方为了向对方表示谈判的诚意 通常借白色为象征 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个习惯 白色旗子表示要求休战谈判 在交战的一方拿出白旗时 对方就知来意 下令停止任何进攻行动 握白旗的一方要派遣出军使 号手起手与翻译到对方的指挥部 说明条件与意图 在军使展示白旗知道回到本方 所必须的时间种子 他获得不被侵犯的权利 这种习惯几千年来一直沿用下来 至今没有变 也就是很像我们平时所看到的 修战牌免战牌那样 接下来要讲的东西呢 就会比较敏感一点 我也已经准备好很多人在下面 什么hashtag政府部门的名字啊那一些的 不过我先打住 我们先不要讲这个东西 我们来讲讲马来西亚 为什么现在人民都要举白旗 举白旗其实不是向生活投降 也不是向政府投降 其实举白旗真正的定义是 我需要援助 其实举白旗真正的发起人呢 是来自某一个正胆的基层 而且还是一个妇女 他的灵感是来自于生活用品中 东数都是白色 就比如讲纸尿片 大便纸啊那一些都是白色的 所以他表示白色的其实就是 我在生活所需上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应付啊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养活我的家人 养活我自己 所以我必须要人民来去捐助我一些 必需品来去过活 虽然讲这个白旗活动啊 就找到很多很多权威方面的打压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正面性的运动 没有任何煽动任何一方的意图 所以我是很支持举白旗活动的 并且我也决定把这部影片所有的盈利 都捐给女皇堂作为支持白旗运动的行动 如果你们也要支持这个白旗运动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联络女皇堂 因为他们平时也是有做布施 然后去捐助那一些救济品 给那些更加有需要的人 当然某些人如果你看了我这一部影片 你还是坚持要去hashtag什么权威性组织啊 在我的影片下方的话 我也无话可说 我只可以讲你们是冷血的人 你们反而就是因为针对我 然后去take这些有的没的的东西 我觉得你们很羞耻 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一些很不幸的事 我们需要讲实话的时候 就是有一些这样脑残的人 因为要针对性打压某一个人 然后去接一些权威组织 但是他们已经忘记了 我们最初帮人的目的是什么 当你take这些权威组织的时候 你应该要好好去想一下 每天到底有多少人 因为他们生活真的没有办法过下去 而去跳楼去自杀 就间接的好像你在谋害一些 真正想要去帮助的人 如果你帮不上忙就请你不要越帮越忙 去做一些我们认为无聊 又没有觉得有任何帮助的事情 谢谢